博叶白并没有听夏浅熙的话 手上的动作看似温柔 却非常的强势 不一会儿 夏浅熙穿在身上的衬衫纽扣 就被解开了 博叶白 第一次见面 就全部都看过了 昨天晚上还那么大胆的勾引我 现在怎么就害羞了呢 最终 夏浅熙还是红着脸 任由博叶白替他将淡紫色的这一套顽礼服给换上 可以了 这样子穿会不会太露了 很美 原本放在他腰间的时候 也顺着他的脊背缓缓往上 然后将滚烫的唇贴在他的背脊 异常轻盈的吻味下 突然间就不想要让你穿着这一套顽礼服出去了 一股轻微的力道推着他的腰 原本站在镜子面前的他被推到了墙边 想闻你 怎么突然间发现这个男人是越来越直接了 压根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 下一秒便准确无误地吻上了夏浅熙的唇 他一直以为薄叶白口中所谓的吻最多也就是一两分钟的血清 如果不是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夏浅熙甚至一度沉沦在这个男人所带给他的极致柔情当中 薄叶白 电话响了 可能是我的同学给我打电话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薄叶白闻言 这才放过夏浅熙让他去接电话 夏浅熙一直以为是韩北洋给他打的电话 但是看了眼来电显示 竟然是沈以辰的妹妹 沈以梦 喂 浅熙姐 你开车过来接我去参加怀大的校友会吧 夏浅熙沉默 电话那端就传来了薛文君的声音 你赶快过来接一磨 不然就来不及了 还有啊 上次一磨不是说你买了很贵的茶杯吗 你一并带过来 刚好我们家缺茶杯 还有啊 顺带着给我转个三五万 我最近打牌输了很多钱 好 我马上过来 说完便将电话给挂了 好了 可以出发了 还要去接别人 不接 直接去怀的 我是不是很坏 单一那别人又不去接 感觉自己好言无信啊 以君子之道 跟君子相处 而那些小人呢 确实需要吃点苦头 我薄叶白的女人 就算是坏到十恶不赦 我也喜欢 晚上七点四十 夏浅熙在林渝的护送辖 抵达了淮大 少奶奶 我就在这等您 校友会结束之后 您出来或者是给我打电话 我进去接您 好 夏浅熙点头 随后便下车往红毯上面走去 这位女士 你是来参加淮大的校友会吗 我带您前往校友会举办的地点 好 谢谢 只是夏浅熙还没走出多远 夏浅熙 韩北洋 算你还有点良心 一眼就认出了 而原本为夏浅熙带路的李仪小姐 在见到韩北洋的时候 竟然羞涩地低下了头 小学妹 这位姐姐呢 就交给学长来带她去礼堂 你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吧 不错啊 五年不见 魅力不仅当初啊 唉 早知道现在学妹质量这么好 我就应该继续读下去的 夏浅熙笑了笑 两人并排往前面走着 你呢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要跟沈以村结婚了 我刚好要在淮城待一段时间 说不定还可以喝上你们的喜酒 我跟沈以村的喜酒 你恐怕这辈子都喝不到了 因为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因为唐诗柔 沈以村跟唐诗柔在一起 有这么明显吗 五年前的毕业典礼 我发现沈以村跟唐诗柔在小树林拥吻 大佬 难道你就不能告诉我吗 你知不知道我在沈以村这个人渣身上浪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而且最后还被他给绿了 那个时候你刚追到沈以村 倘若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相信的 再说了 我跟你的交情 也没有好的必须要告诉你 他现在已经不想要跟汉北洋说话了 这个男人真的就是个魔鬼 夏浅西忍不住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两个人继续往李堂走去 而与此同时 李堂早就已经门庭若市了 李堂的最中央 高科技的触摸联动夜经瓶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壁 而夜经瓶里面则播放着怀大的发展史 是如何从默默无闻的夜经书房 变成了如今国际著名的大学 然后便是这几年 学校集聚代表性的几个毕业生 出现在最前面的是韩北洋 然后便是一张张 曾经熟悉的风云人物的照片 最后便是唐诗柔的脸 甚至唐诗柔还为了这一次的校友会 拍了一个几十秒的短视频 唐诗柔长得可真漂亮 是我们怀大的校花无遗了 嗯 我记得她以前在学校就很出名了 长得漂亮还温柔 人气很高 只是唐诗柔还没有骄傲多久 另外的声音就响起了 唐诗柔是不是去微调了一下 她以前的脸型不是这个样子 鼻子好像也变了 是啊是啊 唐诗柔漂亮是漂亮 但我心目中怀大的女神 还是夏浅熙 我还记得毕业典礼上面 夏浅熙跳的那一支飞天舞 简直是仙女无遗了 又是夏浅熙 还是夏浅熙 唐诗柔的隐神 慢慢的变得毒痕起来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没想到 人群里面竟然发出了尖叫声 啊 天哪 我没看错吧 韩北洋 是韩北洋 真的是韩北洋 我们怀大最有人气的巷草 韩北洋竟然也来了 今晚真是没有白来 竟然在这儿能够遇上韩北洋 这些年来他杳无音信 我还以为被国家秘密宝藏起来 当科学家了呢 这站在韩北洋身边的 是夏浅熙 那可不 这样的颜值跟高冷气场 除了夏浅熙还能有谁 夏浅熙跟韩北洋在一起了 才子佩佳人 这是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我学生时代死磕的这一对 如今是在一起了吗 韩北洋从始至终 都是单手插着裤带 他一出现 就有很多人 默不作声地朝着他所在的位置 慢慢地靠近 当然 也有不少男士 已经将狼一般的目光 落在了夏浅熙的身上 夏浅熙五年前 就是怀大公认的笑话 五年之后 他越发地有韵味 唐诗柔浑身发冷 死死地咬住嘴唇 果然 夏浅熙一出现 他唐诗柔就彻彻底底地沦为了配角 唐诗柔下意识的 就将目光落在了沈以辰待着的地方 他看到沈以辰也跟其他人一样 将痴恋的目光给落在了夏浅熙的身上 于是乎 唐诗柔又拿了另外一杯酒 然后朝着夏浅熙款款走去 沈经验的神色里面 慢慢地浮现出几分复杂 他一直在自我安慰 夏浅熙最近对他跟唐诗柔做的种种 就是因为还爱着他 所以因爱生恨 看到这个女人如此优雅迷人地 出现在了自己的视线里面 沈以辰心中 腾起了想要将夏浅熙夺回的强烈意图 这个时候 沈以辰看到朝着夏浅熙走过去的唐诗柔 浅熙 你今天晚上好漂亮啊 真是怀大当之无愧的笑话 夏浅熙完美地看着唐诗柔手中端着的红酒 并没有任何打算伸手去接 这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夏浅熙跟唐诗柔不是形影不离的吗 你还不知道吗 唐诗柔现在成了沈以辰的未婚妻 这是什么警报新闻 沈以辰未免也太有福气了 竟然把怀大两个女神都玩了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就在沈以辰打算上前为唐诗柔紧呢 顺带着跟夏浅熙说话的时候 没想到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从外面响了起来 夏浅熙 你个说话不算说的骗子 一木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气成这个模样了 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唐诗柔正愁找不到 让夏浅熙丢脸出丑的机会 如今沈以末出现 她已经想到了寂寞 好好说 这是能好好说的事吗 你不是说要来接我的吗 我等了你那么久 差点就迟到了 而你呢 竟然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 沈以末看了眼站在夏浅熙身边的男人 是她的偶像 韩北洋 夏浅熙这个贱活 不想跟她在一起的原因 绝对就是因为害怕她会将韩北洋给抢走 你 你就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 亏我哥还这么的喜欢你 一木 有什么事情回家说 这么多人看着呢 为什么要回家说 明明夏浅熙就是答应过我来接我的 我不就是因为没有伴才跟她一起过来 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过来的 但是从小长辈不是教我们 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做到吗 我在家里傻乎乎的等了她这么久 而她呢 跟别的男人高高兴兴的过来 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哥的感受